《啤梨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与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 有的 有水悲星做成王 是有的 但这些万宗无一的机会 那你何必要花这么多时间 因为女生可以感动到 可以用时间又或者 喂 你认识她的时候 她18岁 你21岁 28岁 31岁 38岁 41岁 你就更成王 你俩没有在 她的人会很猪 自己的binding power弱了 原来在我身边这么多运气 都是只有你 好像很感动 那其实 哎 反正你以前觉得你崩崩崩崩崩 现在的人成熟了 看上去都没那么欲酸 加上 做这个三不花的总警司 都挺好 就是这样而已 好了 一点都不意外 其实上个星期我和大赤 和大赤吃饭的时候 他们都跟我透露了 这个反刻意玩什么 真的没有水道 过去新闻未落 但是他们说完之后 第二、三、三天之后 出现了 是吧 就是这个反刻意 投资意义 因为 据说 现在投资方 哇 那些资金 是吧 呃 就好像有些 问题 暂时停泊 OK 至于什么时候开拍呢 其实没有什么透露 根据报道 陈小春、陈国坤和王合起 有王合起的吗 上集 好像有 不是什么 反刻真的很垃圾 但是当时 在一些上面的网站 香港就YouTube 后来Netflix一做 好像有些反应 那样 最主要 卖钱的应该是在上面那些 网站 例如人家一元集 或者十元一套 一千万人看 叫你了 那你就 叫你一亿了 就是这样 因为上面愿意付钱 2017年9月 在中国优浩播放 哇 这么久了 2017年 又这么久了吗 好似都是 那时我在大部看 那 一直说有地鬼 那这一套 爛尾之中是爛尾 垃圾之中是垃圾 垃圾 垃圾 真的你看到把火 喂 生鸡 就变成鳳凰 不要緊 OK 你还没有说到 原来全部的智图 都真的不是那么坏 最坏是英国人 英国人 是 英国人当然是 你都不用说到 黑社会都是他们来控制的 你不肯相信的 我们有看黑社会 就知道的 哇 哇 好啦 其实你可以拍得高很多的 都是差的 都是垃圾的 劇本可以写的 你一样可以是 说英国人厄 是的 就算你 这么突厚 你看看那些碧毫 就没有突厚的 碧毫 你就算 突厚如 叶敏 如 那套 刚刚啊 雍子光 那个什么 风在喜时 都不及他 真是突厚到 顶不忍信 唯一在电影 在这个影视 就是影视史上面 唯一 比他的突厚 更加突厚 更加令人难以接受 就应该不适宜的 Campo 屌你了 喂 屌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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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那些明白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是你可以写得好一点 好啦 去年11月 终于宣布开拍 声称制作费2亿 落疫灵做监制 其实呢 如果你说 有人扔钱出来 找落疫灵做监制 我都有些招头 是不是 屌你了 你之前是哪个 大王搞的 是吧 好了 有吴叶坤 这个是什么 陈盈 是不是刑事 陈山聪 陈敏思等等 多位的TVB艺人 都有份演出 无线剧 喂 之前我们看陈慧敏 看那个 吴迷将 那些 那些 是吧 还有陈真健 一开头呢 陈真健也是做警察 开头的时候 我心想 六七刀 还在做警察 香港真的无人吗 好了 还有肥妈 现在 邪天华 真是拉肯哥参演 但是开拍 未够四个月 就传出 因为资金问题 全面停工 肥妈做女子国 喂 那 制作方 在Facebook上发文 说 剧集因为资金 暂时停拍 暂时停拍 正重地向所有受影响的演员 和工作人员致歉 但是 强调 剧集拍摄 不会终止的 他说 其中的主要投资者 是海外基金 跨国的汇款手续繁复 资金到位的时间受到拖延 拍摄期因而受到影响 哇 你繁复到 几个月都换不到够钱过来 今天汇钱 还有 有多麻烦 还有汇钱 还有汇钱 你不是一次过要汇两亿过来 就是了 你顶着鸡头 开着拍着 现在汇款已经顺利逐步通过 会在短期内收到钱 拍摄也将会在短期内恢复 嗯 我呢 就秉承我一向 抱着 就看一看 就是我现在都觉得 五月底 或者 或者 这个 杜拜王子押你回来 就叫你 扔过你五百亿 给监管你 那是当我漏的 一巴一巴掌描 到时 梁振英 沈运龙 还有那个女儿 麦瑞 还可以出来 哈哈哈哈 哈哈 我们就说她 头头头头 找阿里王子做反乌尔的主角就可以了 都可以 是吧 toss over 是啊 他若不是 起碼唱主题曲 是啊 哎呦 不知道什么 好了 那 我也不说了 根据01的报导 其中有一位 韦哥 陈伟有份参演 他说 其实我都还没开过工 一直都是等通知 不过等了四个月 都没收过剧本 剧本都没收到 那早前星岛引述 参演的演员透露 他说资金问题 最主要是因为 这部剧没了李燦芯 神 大陆的老闆就曾经 炸刑话火不对版 不再投资 李燦芯什么水啊 老计啊 首先 这些是神经 我又想问 为什么李燦芯不做呢 是神经长官啊 李燦芯呢 李燦芯呢 在上迈 可能人家有个女儿 红啊 找到吃 李燦芯在上迈 是做警察那次 和那女儿呢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两个字 是汤吗 做她老婆啊 好漂亮啊 后来是蓝丝来的 大大波 嫁了的 早两年嫁了 汤姨啊 是啊 汤姨 早几年生了 还有李燦芯 另一半 在反黑面 好了 又说 根据参演演员说 过去六年 劇集导演宋本忠 即是这个二八座大王 一直积极寻找投资者 但因为疫情问题 难以寻找到投资者 所以呢 就打算开记者会 造势来酬无资金 由于两亿天界的制作费 嚇到金主 令到有份参与的 邵氏兄弟和TVB 都采取保守策略 只是投资一千万 这个是 升到早前引述 参演议员说 如果 他说到宋本忠 因为疫情问题 难以寻找投资者 所以劇組 先开记者会造势 再募集资金 各位 这个很简单 真真正正解释了 我们最近说鸡棚 搭鸡棚 这个不是搭鸡棚 这个不是搭鸡棚 这个不是搭鸡 这不是鸡棚 这样还不是鸡棚 原来钱没到的 开记者会 他找到了就行了 这些手法 不知道是不是大王 他这样说 在大陆做得多 那些什么东西 那时候 那些不是鸡棚 那些什么东西 又说头脑子 什么脑子 说我们都不知道 多少 金手指 老实说 好 另外 我要快去讲 两个新闻 邓少专业 首先我真的不知道 后来我看完之后 我又好像有些recall 我好像有看过这些印象 大家知道 潘充其实以前就是做过 恐怖热线的节目 在新城 后来 这个节目没有了 于是他就慢慢 就进了网台 MyRadio 在人网的时候 就做恐怖在线 然后MyWay就变成了迷迷 潘充自己出来搞了 都是恐怖在线 是不是现在还在做 是收费的 但原来他也开始回回 新城 又是新城 原来再做恐怖热线 原来 很厉害 而恐怖热线 我记得 最初是否不是潘充做 雷洋 即是最初 不是潘充搭老虎吗 肯定是的 但是再之前 还没有 潘充 这一世人 真的变成鬼王 这一世人 会和这些灵异的东西 结合这个不解之缘 OK 好了 原来昨天 其实说昨天 即是星期六 他就找到 我想他星期六做 可能他一至五 就做一些网台节目 星期六那些 就回新城做一集 就找到邓兆尊和三太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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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是鄧兆磚三太 開刊接受訪問 我覺得挺有趣的 大家不知道 申請應該可以翻聽到 應該不用付錢 早前黃夏衛夏衛衣 就在恐怖熱線裏面說 她說曾經在已故的影星傅星家 就見過疑似長嫂的靈體 鄧兆磚就在恐怖熱線裏面承認 富星的舊居其實都是他們 現在都是他們鄧士忌下的物業 潘兆就問她 你會不會覺得真的長嫂去那裏 鄧兆磚說我怎知道 她應該都不會去那裏吧 是不是夏衛衣島物私人 她說那個單位現在丟空了 不過間中她就上去看 執客屋 這樣吧 她亦都說 鄧兆磚說曾經遇過很多奇人異事 尤其是她們的一行 她的老爸的背景 我相信是 她說因為爸爸是信奉道教的 他們就拜華光 她們有很多禁忌 她說曾經聽聞有人犯了禁忌 就撞穿頭 又或者出現氣盤 淡幕的情況 而她親身經歷的一次 就是長哥和她的朋友鬼王德在房間裡聊天 鬼王德 這是另一個故事 出名的鬼王德 好似是在大馬來的 很出名的 她唯一一次見到她 那時她十歲十一二歲 她見到她老爸和鬼王德在房間裡聊天 接著她見到窗邊有個團黑煙 但是沒有走 有團黑煙在那裏 正在那裏 然後她就問爸爸 她說 那是什麽來的 不動的 她說鬼王德 德叔聽見 就說 這些是寵物來的 弟弟不用理 她說當鬼王德走的時候 她就見到那一團東西就沒有了 然後鬼王德走了 那究竟是什麽來的呢 那在那晚的節目 鄧小春 大家知道她有三個老婆 就是我們不知道 這個我不說 今天我看她的照片 她都不是肉酸的 真的不靚 這個三派 是不是三個之中 可能最好樣是她 超臭 也都是第一次接受訪問 就講及她個人的經歷 她說 有一年 7月14日 她說她老婆 鄧小春 突然間鬼上身 變了男人聲 眼珠只有眼白 原來講東北話 嘩 嘩 嘩 你都好 猴底 他沒有人這樣 只有眼白 嘩 你都好 還要講山東話 嘩 你都好 東北話 說我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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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 嘩 嘩 嘩 她唯有跟我靈體講數 你都被迫是這樣的 因為你老婆 那晚我來 她說了三個多小時 嘩 嘩 才知道 你剛才要聽東北話 阿鄧小春 才知道原來靈體 跟了她老婆很多年 後來 她答應幫靈體超渡 老婆就醒了 她說 但是那件事之後 她老婆又多了特異功能 又多了些法力 很多仙家就會寄居在身體裏面 目的是想她幫助超渡亡 OK 阿鄧太也說 她從小 不知為何 好像與佛有緣那樣 就是吃齋拜佛的 她這些故事 我們聽聽 但其實類似這些有法力的人 那些什麼 問米婆 其實很多都是這樣的 病一次 鬼上身一次 或者所謂的仙家上身一次之後 跟著就有了法力的 我聽了很多 OK 好了 那潘少聰就問 喂 阿三太 那你有沒有見過長哥長嫂 既然你老公說你有法力 三太就說 我也不知道你老婆是誰 他說 但是去年呢 有一晚 去 發夢 他說 有個阿伯很矮 沒有頭髮 但是走路很快 很可愛的 很白眼 然後鄧少聰就答口 之後呢 我就給我老婆張上去看 他就說 是他了 是他了 怎麼會不知道生馬仔 什麼樣子 他說 連他都不認識你 真的想死嗎 就是 首先要這樣說 他是大陸妹 是 不懂生馬仔 一點都不期 或者年紀輕一點 但是你既然嫁得這個二人 是啊 或者鄧少聰也不會特別 我老婆是什麼慈善令亡 不說 你 會見到 你和他老婆來的 尤其是那些人 那些長輩 後輩 同輩 言談之間 都可能會提及 那時候我和你老婆 什麼什麼什麼 你都會好奇的 嗯 有什麼理由你會 我不是說謊 在理論上 真的沒有什麼理由 你 沒見過生馬仔 那些相片 就是香港 即使是大陸人 你說如果 鄧少聰 是很像 就是很依他老婆為似 譬如有些 兩兒子很不對 覺得老婆做事 完全不是的 就不奇怪 如果不是 其實我覺得鄧少聰不像 就是這樣 我覺得沒什麼理由 你沒有見過 生馬仔 那鄧少聰就說 你連他都不認識 你真的想死嗎 山太又說 有年7月14日 長嫂找過他 他說 要去買蓮花座 不要普通金銀 要去買一些特別的衣櫃子 他說 潘聰就說 你也要媳婦也要 是吧 他說 他見到 長嫂下面有得吃 有得玩 都很開心 鄧少聰就說 太太二能 你不要生命 變得更加豐富 如果我老婆 經常跟我說這些 我都不知道 瘋狂了 不是 因為我們現在這麼短 那個節目 你在生活才能感受到 但是你說 如果有時可以在想 人下去 又可以吃又可以穿 這樣 真是不可怕 死 好了 唉 立即 莊斯敏 我真的不想說 43歲 我們看一張照 男 男 男 黃 什麼都不要說 你可以 eatable 如果我沒有 pia 當我是 eatable 想不想eat 豬膽皮 其實 43歲不是 很年紀大的 但是我認識她的 是三十幾歲 差這麼遠 但是我都不覺得她想eat 你不會想eat 她真的不算名 女人來說 普通女人一個 哪算名女一 好 我們回來 她就 否白說 為何 會離婚 她今年43歲 2020年 就和 拍了半年拖的人 叫做台灣 珍珠奶茶店的老闆 楊鼎逸 Rion 結婚 紛維持了兩年半 之後 在2002年11月離婚 那她說 為何呢 她說 雙方不涉及第三者 又不涉及第三者 她說 她說 但是很多生活上的世事 都真的要考量的 她第一 要看清楚對方的缺點 如果可以接受對方生活上的小缺點 可以考慮結婚 第二就是三觀 什麼叫做三觀呢 她 在她的眼中 原來是政治觀念 她說 在拍交的時候 她和老公沒什麼說這些 但是她看見婚之後 她的想法 她的想法 就是一個中國 這個理論 我們會因此而常炒起例 最後發覺真的不行 因為一個中國 真是很重要的 第三 是和家人相處的問題 包括對方家長的性格 家庭相處的模式 規矩和要求等等 最後就是經濟方面 希望雙方獨立等等 現在說說說說 還有一些小先祝 就是追求她 現在你43歲 2020年你認識你老公的時候 你39歲 38歲 離婚的時候40歲 你38歲去結婚 你不會考慮這些事情嗎 不會考慮一下 對方的缺點 生活的習慣 那個三觀 就是所謂的 現在走來講 講來講 她就是想借這個位 可能有少少 有少少叫講 這些 但是放大這件事 你是不是作為一個馬來西亞華僑 一個中國很重要 比結婚 比結婚 比婚姻 還有有什麼好爭 你這麼慘 你有沒有統治台灣一秒 你什麼浪費 沒有什麼好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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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秒 你真的要計下去 沒有什麼好爭 OK 你在有些台灣人心目中 我們先不要講中華民國 其實她們今時今日 這樣講 我們當然認為台灣是中國一部份 很簡單的 這個世界上 如果 下下 就像普京這樣 又講幾時幾時 那就真的 無料無盡嗎 其實最簡單的 公民自決 公民投票 當地的公民去投票 不用武力 這樣敢不敢 你說投到的 如果大比例的 台灣人都認為 一個中國很重要 回國很重要 大家去看如何修憲立端 夠不夠膽 為什麼我很爭 休息一會 等一下